这期视频是每天记录5秒的4月日常 去了一家沉浸市鸡尾酒吧 跟着剧情一边换场地一边喝酒 竟然有同事带了我的家乡特产回公司 现在换了包装 这个新包装是吗 这个很经典 订好去纽约的航班突然取消 在机场反复折腾 最后花了整整一天时间才到 纽约第一天 打卡了游客币区的新代艺术博物馆 时代广场 还有一蓝拉面 纽约第二天 早上到中央公园跑步 下午去了华尔街和911纪念水池 晚上打卡了一家网红餐厅 纽约第三天 参加了复活节帽子游行 做了礼拜 看了布鲁克林大桥和沉浸式话剧 不眠之夜 纽约第四天 看了自由女神像 眺望了纽约 还在中国城吃到了又好吃又便宜的茶餐厅 再回伦敦的飞机上 吃了晚餐 吃了早餐 还看了日出 6磅不到就20只炸鸡 国内的疯狂星期四 有这么疯狂吗 带着胶卷相机拍拍拍的一天 到照相铺冲洗胶卷 有种时光倒流的感觉 去朋友家玩 第20层楼的叫声都被我听到了 谁能告诉我 这究竟是什么动物啊 看了沉浸式话剧燃烧城市 如果我没看纽约那个的话 大概会觉得很惊艳吧 吃了一张Omakase 厨师会放电 菜品很惊艳 就是回家以后要吃泡面 看了一场英国本土脱口秀 没想到把女童性恋和精英白男放在一个屋子里 有这么好笑 啊 此情此情 多么熟悉 又一次零食了 英国的雨真的说来就来 去了趟丘园 看到一棵造型奇特的树 实现了人生第一次爬树 美好的周末 从一顿掌茶开始 为了准备国王加冕仪式 伦敦到处画满了国旗 伦敦的郁金香开啦 上班时在路边看到了大雪梨 下班时就被放进了店里 哇 哇 包装鸡十三分钟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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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四月的生活啦 自从做了每月Vlog以后 发现自己每天都过得好充实 好像生命的时间一下子延长了 好像生命的时间一下子延长了 引用三个视频底下的一条评论就是 是认真的活了一万天 还是活了一天重复了一万次 和大家共勉 喜欢整 центр 视频的朋友 不要忘了点热测 업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